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首先是这样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做过幻灯片吗 您想做幻灯片吗 您会做幻灯片吗 如果说不会 那您算来着了 就知道您不会 所以说我今天做的视频 就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 咱们做书幻灯片 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主题 好 咱们看一下我主题的标题 叫什么 福斯妈 咱们通过这个软件 来使用Markdown的语法 轻松制作幻灯片 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 咱们就按照我的视频的步骤 咱们一步一步的操作一下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 福斯妈 这是一个开源软件 我先把它的Gitcode放出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它官方的网址 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好 出来了 大家请看 今天咱们就是用这个工具 来做一下幻灯片 它是基于Markdown的语法 怎么做 您跟着我的视频 咱们一点点的做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福斯妈这个工具 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特征 我给您写了几个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说 它支持多种网页 幻灯片的API 像咱们做网页的幻灯片 一般用到什么API 比如说websleder 比如说presentationAPI 这都是标准的 做网页的幻灯片的API 它内部就是集成这些个API 同时 福斯妈这个工具 它还支持不同的工作模式 什么模式 大家请看 开发模式 生产模式 包括输出PDF 而且还能生成GitHub的网页 单说在国内朋友 用看中国的比较多 它也能够生成 开源中国的网页 都是一样的 同时还支持SNS OGP图像 包括全屏显示 都是没有问题 一会咱们会看到 同时还支持一个发表模式 另外 因为它是基于网页的 所以说 咱还可以定制 咱们自己的GS脚本 以及CSS 好 咱们说完工具的特征 接下来 咱们就一起来做一做 该怎么做 首先说 大家请看 这个工具虽然简单 但是也不是说 咱们马上就能干 它要一个Node.js的环境支持 才可以 您的本机需要装有一个Node.js 8以上的版本 就能够使用这个软件 我现在机器上应该是已经装了 所以说咱们就不再装了 咱们马上去试一下 好 下面是我一个简单的脚本 咱们马上就试一下 我的视频尽量控制在10分钟之内 好 咱们在当前的目录下 干什么 按照我的这个 课件 咱们做一下 首先咱们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咱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用NPM初始化一个 Node.js的工程 工程的名就叫文件夹名 咱们就叫MyWeb 可以吧 我的机器有点慢 因为我现在是在虚拟机里面 好 出来了 好出来 咱们MyWeb版本1.0 描述咱们不写 然后默认的进入点是 这都不用动 都用默认就可以 好 OK 建成之后 大家看看我的这个 NPM不是最新版本了 这咱回头再说 好 建完之后 咱们呢 去装一个福斯妈 通过NPM就能够安装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的课件中给您提供了一个 是这个 save dv 就是说存到package.json里面去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做 有朋友说你是NPM 你的node.js 我不太熟 没关系 我有一套node.js课程 您看那个课程就可以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去安装一下 这个福斯妈的软件 正在安装 NPM是node.js包管理器 非常非常的好用 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 就包括现在大家 用node.js开发 其实很少 主要是用node.js里面 一些个工具 包括我 也是非常喜欢node.js 一些工具 好 正在安装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里面 可能有点慢 大家请稍等一下 看来不是可能 确实有点慢 大家请看 我一个npmi 他给我安装了多少软件 他给我安装了n多n多的文件 这就是前两天 我做一个视频 说到这个WSLR的问题 他就能够解决这个 也不是解决 他提高这个多文件的处理速度 大家请看 我都装了多少分钟了 装了快一分钟了吧 结果我的这个 大家去看的进入条 只有这个 只有这第一个 所以说咱们还需要再装一会 因为node.js 包之间的依赖关系 非常的复杂 而且还重复依赖 所以说装起来 真的是有点慢 咱们等一下吧 算了 踏不看 如果说是装完之后 我会给您用这个命令 看什么 咱们一会儿装完这个之后 它相当于是 在咱们的node.js 的module下面 出现了一个叫做 辅思妈的可执行命令 然后咱们用npx的命令 去调用辅思妈的命令 有朋友说nps干什么 这个不是我这堂课的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一下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nps 来调用咱们刚刚安装了 这个辅思妈的软件包的 里面的命令 然后在咱们当前目录下 去初始化一个辅思妈的 project的工程 然后咱们基于这个工程 就能够快速的开发 咱们的编写 咱们的幻灯片 它是基于马克当的语法 好 说完这 咱们回来再看看 这还没装完 再等一会儿 不行一会儿 我不行 我一会儿找个工具 把这块视频给它加速一下 最近有朋友说你怎么突然间高产了 也不高产 说这两天有点时间 然后前两天工作比较忙 时间比较少 这两天 这不能够十点下班了吗 能够十点下班 这不像话 能够早下班一会儿是吧 所以说晚上回来又没什么事 得了 做点视频给大家分享 分享 然后白天有时间的话 我也是总结一些个知识点 对吧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多交流 这样子彼此都能进步 对不对 我怎么装的还这么慢 是这样 有朋友说 这个软件是不是安装起来太慢了 不是 第一 我在虚拟机里面 第二 NPM这个服务器 它状况怎么样 是不是快 是不是咱们连接出来的网络 是不是超时 很多原因决定咱们安装的快慢 所以没关系 可能从国内朋友安装 反而更快 对不对 而且包括国内不同城市 可能从北京安装 跟从上海安装 或者说跟广州安装 可能速度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有很多的 NPM的服务器的镜像 也是提要咱们的安装速度 对不对 不过我现在目前用的是 NPMGS的标准的中央服务器 像现在包管理器 所有的语言都有 对不对 包括现在最新的Google的 DAT语言 也有这么一个POB的包管理器 大家都是欢套不欢笑 都是差不多 但是我感觉 我是最熟NPM 感觉NPM还真的是挺好用 所以今后 我尽量用NPM来做一些 包的第三方裤子介绍给您 今后我也准备 多做些第三方的 有趣的裤 介绍给您 咱们一起来分享 增加些个知识 哎呀 这还没装完 咱们等一会吧 其实这个慢主要还是应该是我的虚拟机比较慢 我在本机 应该不会这么慢 其实现在我平时自己做开发 都是在本机 可是我要做客件的话 喜欢在虚拟机里面做 因为这虚拟机比较干净 本机实在是太乱 装了好多东西 所以说不想在本机做 在虚拟机里面相对好一些 做客件 包括今年微软公司出WSLR的时候 可能会有Linux虚拟机出来 到时候我再给您基于Linux虚拟机做一做 估计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哎呀 我这词都快用完了 结果还没有装完 我看一下 咱们上它的官网看一下 我问它有没有官网址 它的官网址就是这么一个GitHub 咱们点击访问一下 它里面应该有更加详细的readme的说明 对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吧 大家请看 大家注意看 这个网站生成了 它的官网 生成了这个 叫PPT 叫PPT不像话 生成了这个幻灯片式的readme的介绍 就是基于它的工具生成的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右键 稍等 我点这个右键 这右键怎么不敢用了 有点慢啊 大家请看 它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切换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这个效果就是用它这个工具完成的 大家看到了吧 就这个效果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幻灯片的效果 同时咱们可以全屏 而且呢 这它有个编条 可以让咱们 比如说 如果是您用Kulom 可以往Kulomcast去映射 同时呢 这有个全屏模式 咱们点击一下 哇 我的讯息好慢 大家请看 是不是已经是全屏模式了 没有问题啊 然后再期望回来 咱们再试一次 全屏 全屏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按右键翻页 左右键翻页 都没有问题 可以吧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平时用这个PPT PowerPoint写的PPT的感觉 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然后按Escape回来 说明什么 说明它支持全屏的模式 一会儿咱们就生成这么一个东西 看起来很难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要着急哦 好 我看我装完了没有 好像可以了 还没 OK 现在可以装完了 OK 那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我看这有没有错 没有错 完全没有问题 OK 那按照咱们进度 咱们再来 我装完之后 然后我执行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NPX空格 腐丝妈 腐丝妈的发音应该是日语发音 这个软件应该是一个日本朋友写的软件 不过不管了 腐丝妈 腐丝妈相当什么 日语翻译过来应该相当于是个木门 对吧 翻译成木门不好 应该翻译成日识房间与房间间间的隔断 这么叫腐丝妈 隔断中那个门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我现在是在myweb下 大家看一下 没有问题吧 在这地方 我执行一下这个初始化 那么他在myweb这个目录下 给我初始化了一个腐丝妈的工程 回车看一下 go 没有问题 初始化完之后 咱们回到VSCode 咱们看一下这myweb下面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yml 大家请看 这个是腐丝妈的基本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url 您叫什么名字 然后网站名字 作者 然后是小图标 网站描述 是不是用SS 包括咱们这个幻灯片 是不是循环 对吧 要不要编条 然后是不是在新窗户弹出 是不是显示索引 是不是垂直 等等等等 包括是不是使用炸脚本 包括可以试试插件 以及主题 都可以 包括试试咱们自己的GIS 以及样式单 都是没有问题 这是它的设置文件 OK 咱不管把它关掉 咱们目前暂时用默认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就要制作自己的幻灯片 该怎么做 大家看 首先 在咱们的目录下 这个MyVib下 咱们再建一个slider 没问题吧 在这个slider里面 咱们进入这个slider 其实我这不进入也行 我这个是为了让Mac的朋友可以操作 进来之后 然后咱们用nano命令 咱们不用nano命令 咱们就直接在VSCode里面编辑这么一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 大家请看 我是以这个标题号开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标题号来标示 咱们生成PPT 这个不能叫PPT 生成幻灯片 所出现的每一页的顺序 好 咱们从00开始 这个就会显示在第一页上 咱们在slider下建这么一个 扩展名是MD的MacDone的文件 然后咱们考点内容 比如说 咱们就考这个 I like MacDone行不行 太没问题了 不好意思 这个嗓子心里不太好 好 咱们在这个slider下 做了这么一个MD MacDone文件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回到命令行下 首先 先看一下这福斯妈的帮助选项 一回车 注意看 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有这个初始化 刚才咱们做过了 有这个 start 这个是开发模式 生产模式 部署模式 生成pdf等等 这么多命令 那么咱们现在干什么 咱们用这个start模式 让它在本地 给咱们声称一个http的服务器 然后咱们会看到实际运行的效果 好 马上开始 go 稍等 我没考过来 再考一遍 好 在这个目录下 启动 大家请稍等 我再往上退一格 这个进错了 不应该是进这个slider 应该是在这个myweb下 为什么 myweb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web的根目录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福斯妈的文件 咱们在这个目录下 执行start 它才能运行起来 因为它在处置化的时候 需要读到一些 咱们初期化的配置 好 它现在运行的是 webpack的一个开发者的服务器 非常简单 运行起来之后 端口应该是8080 咱们看一下 咱们用macdon生成的 第一张环动片的样子 实在抱歉 我的机器是有点慢 这是一点慢吗 OK 起来 然后咱们直接在网页中 敲上8080 好 敲上 回车 大家注意看 I like macdon 这是不是就刚才 咱们生成的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再加点别的 比如说 I love you 好吧 咱们再加这么一句话 一存盘 Ctrl S一存盘 它会自动给咱们编译 然后自动显示出来 I love you 也出来了 没有问题吧 包括这个编条 也都有 包括这个最大画 映射到Colomcast 都可以做 好吧 OK 咱们生成了第一张 对吧 简单不简单 太简单 那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 制作更多的缓动片 怎么做 比如说 我再生成一个01 在这个目录下 再建一个01 没有问题 然后考上点新的内容 这个文件里面 就是macdon的语法 没有问题吧 Ctrl S存盘 它会给咱们自动编译 然后咱们再看 出来之后 咱们点击鼠标 这地方 下一页也可以 上一页也可以 同时用鼠标的左右键 都可以显示 没有问题吧 然后每一页 咱们用macdon语法 去编辑 是不是很方便 好 那咱们再 就再多做几页 稍等 咱们再做一个 02 然后考上我课件的内容 很好 其实很好 比如咱们在公司内部 给一个其他同事 做一些个文档 做一些简单的文档 或者做一些个程序的说明 完全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演示 非常非常方便 真不错 再拷贝一个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来 end end 说明咱们整个文档 一共是12345 大家请看 我这个序号顺序 它就会按照这个讯序 给咱们生成 要显示的顺序 要显示的 幻灯片的 结果顺序 OK 咱们现在有五个幻灯片 咱们再看一下 编辑完之后 注意看 我手工可以点击 很好 真不错 再见 又回来 没有问题吧 咱们生成了幻灯片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比如说 我再回到我的课件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课件 就是拿 就是拿 markdown写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 就用我的这个 幻灯片 咱们把它改一下 行不行 比如说这个 放到00上 它不叫 I love markdown了 叫这个 然后 稍等 我得readme 包括这个 getcode都拿过来 放到00里面去 好 存盘 然后回到 这地方看一下 回到第一页 大家请看 是不是 就是感觉吧 第二页 咱们也改一下 第二页的话 第二页 第二页 把这个特征 这部分 考过来 可以吧 都试一下 考过来 存盘 回到 网页 大家请看 第二页 没有问题 第一页 第二页 换动片吧 好 咱们接着来 咱们都做一做 然后第三个是安装 放到good里面来 然后 第四个是用什么 第四个用这个 可以吧 耶 这个地方用这个 好 最后 最后制作 这个我不用 这个我用我的这个 logo logo文字 好吧 做成end 存盘 好的 看效果 首先 是这个标题 没有问题 然后 特征 再接下来 安装方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还是有颜色的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颜色 咱们也可以 用插件来配置 显示各种各样的主题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咱们再往下 制作换动片的方法 也都有 然后 这是我的 小logo OK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工具 非常简单 咱们用markdown 轻松就做出来了 五张幻灯片 您说不是吗 这个工具 非常的简单 推荐给您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然后 我的这个课件 大家请看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叫做LearnFusma的 这么一个工程下 您可以下载 也可以去运行 完全的没有问题 然后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和B站 供您下载一帮看 OK 那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